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不到江 没有双江的情况下 那这个马一逃呢 这个炮里马就丢 这还是一步的杀 所以呢 这个也排除了 那还有一个退马 就这个马六退辞 看似呢 也采锯这部棋挺好 那么黑蜂这里他就进匠 红蜂此时如果说采用这个真的把锯给采掉呢 那这个棋 黑蜂的锯他是有这个炮的保护 那这样一走咱们看一下这个局面 那么红蜂的炮双兵呢 根本是抵挡不住 黑蜂的大局啊 还有这两个足 这样呢 咱们都排除了 那么下面呢 就剩最后一招了 啊 已是本局的正招 红蜂走一个马六进 那么这里呢 黑蜂又有两种的选择 一个进将 一个上将 咱们先看他敢不敢进将 进将的话 红蜂只用平一个中炮 来一将 这就是个马后炮 那么黑蜂电阻也好 电鞠也罢 啊 红蜂正好呢 这个思路这条线呢 啊 这个给闪开了 有了一个介帅助攻 那么随便哪边都行 走一个卧槽马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双将 黑蜂出不来 所以呢 这个其实比拜啊 那么这里呢 黑蜂他就要选择一个上将 走到此时呢 这就到一个查路口了 这个马五进六踩这个鞠呢 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没有研究过的话 认为这是一个顺手牵扬 我们一般通常啊 都会把这个鞠踩掉 那咱们看一下踩这个鞠的后果啊 黑蜂进将 能将到了 也只有这个退马 用到再下降 那走到此时呢 大家会发现 红蜂已经大势已去 啊 这个断僵了 所以呢 这个马踩踩呢 付出的代价呢 也是非常的惨重的啊 这个我们不能占这个小便宜 在这里呢 红蜂的正招呢 就不要去踩踩 就是走这个冰三平四 这是一步好奇 黑蜂首先他不敢吃这个冰 因为呢 红蜂一退马 这就形成一个真正的马虎炮啊 中间再也无法去垫子了 所以黑蜂不敢吃 那么这里呢 也没选择 只能进将 那么红蜂 平炮 还是过来打一将 这里呢 黑蜂还是有殿足和殿居 只不过这里呢 稍微有一些区别 咱们先看殿足 那么红蜂继续进兵一将 这个呢 如果你下降 红蜂握草马呢 还是一个双将 这里呢 只能是出将 那么红蜂马虎推切 上将再马迹进八 这是一连贯的一个手段啊 这里正好红蜂有个兵刺平物 大家来看 兵界炮威 正好这个马呢 给锁住 这个旗呢 马上都要速败 那咱们再看一看啊 这里黑蜂定居 这跟刚才呢 有没有不同 好 红蜂还是这个手段 进一将过来 再退一将再上 然后再跳一将再下 那这里呢 好像现在这个平兵啊 这里黑蜂是一个鞠 而不是一个族 你现在如果平兵 那么黑蜂呢 肯定退居 把这个兵给吃掉 那么走到此时 红蜂又该怎么办呢 这里红蜂的招法呢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继续还是平这个兵 跟刚才的手段一样 那么这里黑蜂也必然要吃 吃完之后 红蜂再退一个马 这个把黑蜂的将请上来之后呢 红蜂要改变策略了 这个骑兵呢 就是把黑蜂的鞠呢 给他引离回去 不让他投入战斗 那么这里又多出一个炮五平六 那这一步骑也不用看了啊 你随便 平哪边都行 反正必然要把这个阻子给让开 那么红蜂这个兵啊 终于投入战斗 那现在呢 黑蜂还只能去建阻 红蜂进兵一将 黑蜂进将 那这一步骑呢 剩最后一招期了 也是锁定圣局的好骑啊 这里我相信呢 应该很多的骑我啊 也都看得到了 但是呢 我们这里呢 就是来一个直接平平一将 大家看 这是一个双江 黑蜂现在就是电锯 别的 马腿也没有 冰江 马江 还有啊 也可以啊 直接往下冲 这一步骑也是可以 反正都是一个双江 这一步骑就锁定圣局 刑期至此 红蜂获胜 我们推到处置盘面 最后的骑友们呢 简单总结一下 红蜂本局这些杀法 这个招法呢 非常接近实战啊 有部分的地方非常的相似 也希望通过今天这盘棋呢 能给骑友们带来收获 好 这期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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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